大家好 今天IPO简介时间 为大家介绍一只叫中七集团有限公司 编号是1932 如果根据招股书 中七集团有限公司 我们下称是中七 主要是经营三只知名工业 和建筑用的涂油 或者涂料产品的制造商 包括最出名的菊花牌 长颈鹿牌和玩具牌 公司本身在香港成立在1932年 主要经营的地点 都是香港和中国国内 招股书里面提供的数据 按照2016年的收入计算 它在中国零售涂料 市场份额分别排在第六、第十五 市场的额度大约是5.9和1.6% 大家要留意 根据招股书简介 中国的涂油和涂料市场 是较为分散的 其实头十大制造商的市场份额 都是大约15%左右 但反而木器的涂料市场 就较为集中 头十大制造商 占市场份额大约5.9 即是接近6成 其实数据都显示 它当中就算集中一点 都是竞争激烈 要留意这次中七 其实现时的上市集团 北海集团 编号是701 是分拆出来独立上市 说回IPO里面的资料 公开发售日期 是6月19日至6月23日 12点截止 公开发售的结果是6月29日 上市日期是6月30日 接着招股价 范围是8毫至8毫6 全球发售是2.5亿股 公开发售的10%是2500万股 国际配售是1.12亿 如果今次以中间价 即是8毫三指定价 集资净压扣除有关费用 就大约1.682亿港元左右 今次每手是4千股 一手大约申请的价是3474.67 今次是没有基础投资者 而根据每股 美金审计的有盈资产的净值 大约0.839 即是8毫39至8毫54 今次上市的2016年历史市盈率 大约是14至15倍左右 今次保证人就是创升融资 创升融资最新的网绩 就是1985 即是美高域上市没多久 当中美高域首有的表现 有173%的升幅 讲一讲今次他们的回复机制 如果公开发售的配额 是高于15倍 但低于50倍 公开发售那部分 会增加到7500万股 如果公开发售50倍以上 大小于100 就去到1亿 如果公开发售那部分 多于100倍以上 就会有1.25亿股 去到公开发售那裏 今次讲一讲它的集资用途 大约4成6至5成左右 其实是用来兴建新的厂房 包括那些基建 办公室 员工宿舍 电力环保 以及一些危险货仓的厂房 基本上大约5成都是用在公司的厂房 用途 大约2成半 希望尋求一些收购 或者增加他们本身生产的业务 大约1成7用在他们的销售和市场推广 最后大约1成1左右 就是用作还回他们银行的贷款 也要留意这次IPO的风险 其实本身中7它都会过分依赖 本身旗下的分销商 销售他们的油漆和塗料的产品 它也都依赖他们本身的品牌 如果品牌本身有任何不利的影响 其实对他们的业务都会有重大影响 其实它也都面对比较多竞争 无论是本地 即是国内 和国际的油漆产品 其实不断的竞争 有可能都会侵蚀回去本身的市场份额 和营业项 这次就这么多 多谢大家 以上纯粹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危国权为证监会持牌人 截至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及有联系者 并没有持有全部提及之证券 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